妈妈 孩子们 妈妈 孩子们 快来看哪 妈妈今天在森林里 给你们摘了好多的野果子 哦 有晚饭吃了 这是哪儿啊 老婆婆 您没事吧 阿伯克达布朗 一切都按我说的去做 怎么就这么点柴 到了冬天这点柴哪够啊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我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蓝色的大海 还有海鸥 在大海上 自由自在地飞翔 还有大轮船 咱们家这两个孩子呀 实在是太不听话了 我对他们那么好 可他们总是变着罚着气我 要我说呀 与其让我们四个都饿死 还不如 把他们两个送出去算了 什么 你要把他们送出去 你小点声 听我说 明天一早 我就把他们两个 送到森林深处去 我假装干活 把他们留在那儿 他们不认识路 就回不了家了 你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你 哥哥 天 越来越黑了 狮子 都已经看不清了 啦啦啦 不要怕 啦啦啦 我不怕 啦啦啦 我不怕 哎 这是哪儿啊 哇 好漂亮的庞子 欢迎欢迎欢迎你 欢迎你们来这里 五彩兵分送给你 你表现的不错 我扎到了两个嫩皮嫩肉的小娘们 以后看好这两个孩子 要是少了一个 我就把你们都磨成粉末 我精灵灵人死掉 也不会当那个老巫婆的奴隶 更不会帮他把我们关在这 这怎么还是骨头没有肉啊 他不仅有一根魔杖 而且他还有一根魔笛 你这个心狠手辣的老怪物 我要看看你是怎么被打败的 老巫婆逃走了 那再也没法害人了 因为魔杖和魔笛 你就在我们手里了 我的好儿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丢失的一定是爱心 求求你 快救救我吧 好的 请跟我来